朋友回到梅子学院,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三维动画 那首先还是回顾一下课程大纲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制作一个有一点3D效果的飞行的纸飞机 好,现在我们进入Motion 5 像往常一样,来到了Motion 5 好,现在我要修改项目的颜色,检查器,属性 属性下边,颜色 我们来修改一个颜色,把它改成青绿色 背景选择环境 好,我们现在有了一个青绿色的背景项目 选择BaseR曲线 我们现在需要画一个三角形 显示网格,方便我们来制作一个直角三角形 好,现在来勾制一个直角三角形 因为这座纸飞机它是四个三角形组成的 所以这里边我首先建立的是第一个三角形 选择变换 编辑BaseR曲线 我想更换它的颜色 好,复制一个 我们现在更改两个三角形的颜色 让两个三角形区别开来 这个小飞机的时候 我把它分成了四个部分 就是四个三角形 首先我先建立它的一半 先建立两个三角形 好,我们现在有了两个三角形 现在来编辑两个三角形的锚点 把锚点拉到它的右侧 好,完成 回到属性 我们现在要旋转 旋转其中的一个三角形 旋转它的外轴 让它的外轴变成一个 有一个3D效果的感应 添加摄影机 切换至3D 好,我们现在有了一个3D项目 复制一层 把刚才的群组复制一下 再添加一个群组 把小飞机的元素全部拉进去 重新命名叫飞机 好,重新命名 好,现在我们左侧的群组 起名一 右侧的群组起名二 好,我们现在有了四个三角形 在屏幕上能够看到 好,继续更改 后边群组二中 三角形的颜色 方便我们在以后的操作中 对它进行编辑 选择一个醒目一些的颜色吧 好 好,我们现在需要编辑 右侧三角形的位置 让它和第一组三角形 构成一个飞机的形状 好,再调整一下紫颜色的外轴 好,Z轴也需要有一些细微的调整 因为在看飞机的头部没有对齐 X轴 对,不好意思 刚才应该是编辑它的X轴 好,通过位置也可以有一些调整 好,把它改成0.3 好 现在来编辑粉色的图层 看它跟白色的三角形有一点点没有贴合 我们来对它进行修改 好,我们现在调整整个群组二的三维图像 我们现在想让它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有立体空间感的飞机 我们现在要调整它的位置 现在需要把它的下边 下边圆 飞机的下边圆 两个重合在一起 也就是画面中紫色和白色的部分 一个边重合在一起 好,接下来看我是怎么做的 修改它的外轴 通过外轴的调整 让它进行旋转 好 现在编辑摄影机 我们通过摄影机的旋转 可以很直接的看到 小飞机的三维图像是怎样的 这样方便我们进行编辑 特别是位置上的编辑 好 继续调整 让粉色和白色更加贴合 好,挪动群组二的位置 编辑它的方向 现在能够看出来 它有一点点像飞机的形状了 好,我们继续调整它的位置 现在我调整的是 飞机整个图层的位置 然后让它进行旋转 我们接着调整群组二的位置 让它更像一个纸飞机 特别是紫色和白色的边缘要对齐 我们慢慢地进行调整 现在编辑它的位置 编辑一下外轴 X轴 对,X轴 再进行旋转上的调整 再编辑位置 好,现在能够大概地看出来 飞机已经基本上成型了 只是还有一些边缘没有对齐的地方 我们再慢慢地去调整一下它 再编辑飞机 我们通过三维图层的调整 我们能够看到 群组二还是有些不对 我们继续进行调整 Z轴 我们再旋转 好,我们现在继续调整整个飞机的图层组 现在能够看到飞机的形状除了没有贴合的边缘几乎已经成型了 对吧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基本上的一个飞机的图形 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让它的边缘更加的贴合 好,继续编辑群组二 在画面中我们能够看到白色和紫色的部分有交集 这是看不到的 我们继续调整 可以调整摄像机 调整群组二 调整Y轴 Z轴 Z轴 不好意思 好,看到了白色和紫色有一个交集的地方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XYZ的关系来调整它 同时通过旋转来让它的形状变成一个特定的角度 这个时候它的边缘才会重合在一起 我们继续调整它的边缘 继续调整群组二的X轴位置和它的坐标轴位置 继续调整 让白色的三角和紫色的三角更加的贴合 好 现在我们看还差一点点 我们继续调整 改变飞机群组的位置 方便我们观察 好 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太多了 我们再继续做细微的调整 好 现在能够在屏幕上看到 我们现在已经构建成了一个小的飞机 白色和紫色的部分 还是有一点点没有贴合的特别紧密 我们对群组一进行编辑 选择外轴的位置 每次调整的数值都会特别的小 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像这样手动的去输入0.4 或者是怎样的一个数值 让它变得更加的精准 好 我现在要输入0.0 好 好 这个时候看 再来看一下 飞机几乎 它的边缘都是贴合了的 这样我们的一个小三维的飞机 已经建立完成了 好 现在我需要把四个三角形 统一一下它们的颜色 改变成白色 改变成白色之后我们再来看 放大来看 中间有一点点 机翼和机身没有贴合的地方 我们继续编辑它的位置 让它更加贴合 旋转再观察一下 看看有没有没有贴合的地方 好 好 这边我们再继续调整 好 好 现在看 现在从各个角度来看 飞机貌似已经没有出现露出青颜色 露出背景的地方 我们的飞机几乎已经建立完毕 我们再继续观察一下 看一下它到底还有没有没有贴合的边缘 好 现在调整一下飞机整体的锚点 把锚点拉到飞机的中央 好 旋转飞机 好 我们的飞机就建立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要为飞机添加一个 像这个样子的一条路径 像一个过山车一样的路径 好 下面接着看我们如何添加飞机的运动路径 调整一下飞机的初始状态 想让它是一个头朝前的初始状态 改变一下飞机的大小 好 好 现在我们要为这个小飞机添加一个路径运动 路径行为 好 我们添加了一个路径 现在我们要为路径进行编辑 我们来看小飞机这时候已经可以运动了 那我们要选择行为 把这个行为改变成几何图形 添加一层 新建一条被塞曲线 把它建立成一条过山车形状的被塞曲线 好 建立完成 现在需要对被塞曲线进行编辑 它的图层错了 我们给它建一个新的图层 对它进行编辑 填充去掉 把它变成一条线 好 选择运动路径 把群组 拖到对象中 我们再来看 修改一下被塞曲线的修改 运动路径时长 好 我们来播放试一下 小球没有运动 我们把被塞曲线直接拖到里面 好 关闭群组 再来看一下 好飞机有了一个过山车一样的路径运动 对吧 我们在屏幕上已经看到它有一个路径运动了 它是沿着我们之前画的被塞曲线进行运动的 好 现在来调整一下被塞曲线 调整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修改它的出点 入点 还有旋转的 这条路径 好 现在我们完成了对被塞曲线的编辑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飞机整个运动路径是这个样子的 修改一下飞机运动的速度 可能我做的比较快 大家看的时候稍微仔细一些 好 继续修改 让它变慢 减速 看飞机是不是有一个减速的过程 我们现在飞机有了一个减速的过程 有了一个路径运动 现在我要调整它的旋转 让飞机能够围绕着这条路径旋转的飞行 我们现在通过关键帧的建议来为它添加 我添加几个关键帧的位置就好了 要编辑它的就是旋转 找到下一个关键帧 我们继续添加 继继续添加关键帧 Z轴 旋转它的Z轴 Y轴 X轴 好 我们往回看 回看一下 好 继续往后边走 好 这个地方继续添加关键帧 继续让它旋转 Z轴 Y轴 和X轴 好 小飞机出去 继续添加关键帧 在出的位置 继续添加 我们在画面上能够看到有一个透视 我们可以在这个透视的画面中 能够看到画面之外的飞机的形状 在这个地方对它进行编辑 好 我们再来播放看一下 看到了飞机有一个旋转 围绕着路径运动的运动过程 对吧 好了 我们现在继续修改 修改BaseR水线的编辑点 好 现在我们看到飞机有了一个运动过程 现在我希望它的大小也会发生变化 它是由小变大的 我们继续为它添加 关键帧 好 继续修改飞机的关键帧 方打缩小关键帧 让飞机在出点的时候变得大一些 好 我们这个效果基本上建立完成了 看一下飞机的运动效果 嗯 还不错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运动小飞机的已经完成了 点击储存即可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接着 谢谢大家